在這個宿舊期間 渡水以外四驚兵團 各機關政府和體育宿合作 在在普主席的五條圓筆 來基盤到水額安全 風渡水以風協助選擇 結合在五條圓 上每個國小的高目準水額運動 讓國小二年級到 兩年級的學生陷害到 在體驗高目準運動的時尊 當時也能學習到 風渡水主球的勁力 幫助見 又好來提升到 水額安全的第一年合計年 的利用 學習路水救生母輪園 救生他的健康情緩 南新國修由應對 學生和達政作為參務 這一次感謝體育署與台灣大學 給嘉義縣這次參與協作示範的機會 在開放水域 福祉市牛條灣皮毯 辦理了兩個場次的防禮宣導 本次的活動 著重在學生防禮始作教育 並結合了松梅國小獨木舟的遊學課程 讓參與者在體驗獨木舟與 SUP的樂趣中 學習了防禮 自救 救膩的能力 讓孩子們有效提升水域安全的 資能 技能 參與的學生在牛條灣皮毯 接受水域安全防禮始作的宣導 又能體驗獨木舟課程 都感到非常的開心 特別感謝松梅國小黃志強校長的大力資源 以及嘉義縣水上救贈協會 呂文正理事長所帶領的團隊 共同來協助活動的進行與安全的維護 嘉義縣希望長期且持續的透過水域安全教育的深化 讓我們嘉義縣的孩子有效提升水域安全 資能跟技能 進而達到零力力的目標 嘉義縣由應到學習院中心主任 郎鎮恆標示 今年鐵有數提出 核心水域安全防禮水 協助7萬計劃 嘉義縣政府為了培養孩子 滴水、清水、愛水的健康關聯和基林 減少禮水事件發生 幾個十足兩張樓 每張樓三張樓 全都足夠四交 風土水五佈 以及風土水十交的觀念 安排將於普及超製作 和華雄救援的能力 頂頂相關水業安全地連和基林 也還有獨木舟體驗活動 新新聞正來信 葡主持 蔡宏博德 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是必須要走的一條路 有品牌就有責任 我希望能夠帶有嘉義農產品的 適別性跟辨別性 它要負責生產出最安全的食物 給所有的人消費 像上次縣長帶領我們 去那個國道販售 那也很多通路看到我們 會找你去設規喔 會 太厲害了 對 對 很榮幸 謝謝 我最近聽到一句 最感動的話是什麼 說縣長 要是颱風來的話 我們就賺了 他們就在想說 我怎麼克服 當別人沒有辦法 我有 對 我們就賺了 老一輩啊 種田的人 他們不太計較成本 只問你種出來的東西 你的品質 是不是能夠給 消費者最好的東西 那我想這個就是 所謂的嘉義的農業 漁業跟畜牧業 最好的傳承 就是嘉義精神 這個傳承的責任 就在你們的身上